其实呢,案里头就是说呀,让这个太后与这个朝政啊,要划清界限 敲打宫女探计的同时,也是给这个老太后打了一针预防针 你好,我是昆仑流石,欢迎您来到咱们的书馆,听我在这儿啊,给您讲故事 今天呀,咱们继续聊这乾隆皇帝呢,和他的妈妈孝生贤皇后的故事 乾隆番呢,我跟您聊了聊啊,这乾隆皇帝是如何孝顺自己的妈妈的 您比如说吧,他带着妈妈呀,全国旅游 并且呢,给妈妈建造了这非常奢华的宫殿居住 而且呢,在妈妈过生日的时候啊,这不惜花费万万斤给自己的妈妈准备下了生日礼物 那今天呀,是咱们聊这年了,最后一集 所以说呢,咱们就得聊点个别另样了 咱们不光说好的啊,咱们也得说说下这乾隆皇帝有没有对自己的妈妈 也就是孝生贤皇后啊,刻薄的地方 当然了,聊到这个话题啊,他也不只是有一种声音 有的呢,这个我们大可没有必要去信 还有一些个说法啊,是我们可以玩味,可以思考一下的 有人说了,这乾隆皇帝就执意的没把自己的妈妈埋进这个他父亲的太灵当中 也有人说了,这甄嬛啊,是自己不想埋到太灵当中 所以啊,在清西陵才有了太东陵 也就是呢,这雍正皇帝的皇后陵 其实呢,我们稍加分析啊,就知道可能不是这个原因啊 我们都知道在大清朝啊,这个皇帝皇后的藏俗上啊 他有这么句话,是这个当年孝庄文皇后提出来的 也就是顺治皇帝的妈妈呀,皇太极的媳妇 这孝庄文皇后说什么了呀 她说呀,这个所谓正事呢,卑不扰尊 当然了,这是人家老太后啊,自己自签的一句话 她的意思是说呀,这自己虽然是皇太后 但是呢,比起先皇爷来说呀 那自己的地位还是比较低下的 所以说呢,以我这个低贱的身份啊 就不能再去扰动已经奉安了的新皇 若是再打开这个皇帝的地宫啊 那就是对这个皇上的大不敬 那么这甄嬛他是哪天崩式的呀 他是啊,乾隆42年的正月23日 距离他的夫君呢,这雍正皇帝驾崩啊 已经有43年之久了 关于他是不是卑不扰尊呢 这其实啊,只是活着的太后的一种说法 实际上啊,咱们从正常人的角度上分析一下 您看啊,这雍正皇帝已然下葬了43年 地宫里的一切情况啊,大家都不知道 这先皇爷啊,长眠于地下 那个地宫当中啊,很有可能被水已经浸泡了 虽然啊,他没有详细的记录 但是我想啊,这种事情皇家人一定是知道的 若是这地宫不打开 这地宫当中是什么情况啊 就只能顺从天意 这地宫一旦被炮,里边积满了水 首先说啊,这先皇帝的尸骸啊 他不好处理 而且呢,明知道这地宫渗水 这皇太后还望里埋不埋 他又是个事儿 所以说,就不如在这先皇帝陵的一侧呀 给这个皇太后再选陵旨 您看啊,就比如说这个孝庄文皇后的朝夕陵 孝慧张皇后的孝东陵 还有就是这甄嬛孝圣宪皇后的太东陵 您看啊,这里边有个定数 这个太后陵啊,在先皇帝陵的哪一侧 就被冠以先皇帝陵名称的同时 又加以方向 当然了,这方向啊,他只有东西 没有南北 夫妻两口子嘛,只能是并列 没有前后挫着的 所以说来,这甄嬛啊 他没有和这个雍正埋到一起 那是遵前朝旧制 那是祖宗之法 这里边啊,他没有什么遗案 其实啊,在雍正十三年 雍正皇帝刚驾崩的时候 这乾隆皇帝啊,有好多事啊 还是滴滴滴的啊,找自个儿这妈妈商量 您就比方说吧 这有一天啊,这乾隆皇帝 就跟这个孝圣皇后说了 说妈妈,我呀,是这么想的 我打算呢,一汉人的礼法制法呀 给我的父亲守孝三年 可是啊,这纽咕噜甄嬛呢 一听就急了 对这个皇帝啊,言语 这言语二字啊,可不是我编的 这史书上它就是这么记载的 据大清高宗时录 乾隆六十年十月二十二日 条目所记 皇太后,言语高宗 皇帝此举诧异 我朝旧制 福孝不应替法 设三年之久不替呀 与前代汉人续发合一呀 且,祭神罪为吉礼 若因不替法 随三年不记神更非吉事 且与国典有关此断断不可知事 皇太后的意思是说呀 这事不行啊皇上 按照咱们这大清朝的制度啊 你要是福孝三年的话呀 这三年当中啊就不准剃头 可是咱们呀 还有这个另外的一个规矩 若是不剃头的话 就不能记神 这记神呢可是大事 是万万耽误不得 再有了 你要是三年不剃头 那跟这前朝 也就是明朝 汉人有什么区别呀 这不是由皇上拟着 就乱了账法了吗 所以说这乾隆皇帝 听了这些话之后啊 也就作罢了 没再坚持 给自己的父亲守孝三年 有人说这乾隆皇帝 不是挺孝顺的吗 其实不然呢 转过天来 也就是雍正十三年的 八月二十六日 这会儿啊 这乾隆皇帝 可刚继位三天 没有任何征兆的 这乾隆皇帝 他就发了一条御旨 这御旨啊 听似是告诫 宫中的太监宫女 但是啊 您仔细扎闷起吧 这里边啊 他有弦外之音 这道御旨啊很长 他大意就是呢 太后和我呀是母子 凡国家大事啊 我们当然要通气 轮不到你们呀 在太后面前造谣声势 挑拨是非 一旦啊 发现这后宫有乱言者 是必定言成 其实呢 这案里头就是说呀 让这个太后 与这个朝政啊 要划清界限 敲打宫女太家的同时 也是给这个老太后 打了一针预防针 有人说了 这也太宏观了 你有没有具体的势力啊 有 是有这么一回 这太后啊 和这个乾隆皇帝 聊天的时候就说了 说这个顺天府 东面呀 有座庙宇很灵验 不过呢 那年久师修啊 已经要塌了 让这乾隆啊 拨点善款 把这庙修修 有人呢 想考证这个庙 他到底在哪 是哪座庙 实际上 他不好考证 为什么呢 这顺天府的东面啊 说的是顺天府里的东面 还是过了顺天府的东面啊 这明清两朝啊 他有定制 顺天府呢 是京基附地 也就是这个京师附近呢 一共是五州十九县 那这都是哪五州十九县呢 咱们先说这五州啊 那是通州 济州 浊州 霸州 昌平 只有这济州和通州啊 在京东 也就是顺天府东边 那这十九县呢 分别是大兴 宛平 梁乡 房山 东安 故安 永清宝丁 大成文安 武清 湘河 宝底 宁河 三河 平谷 顺一 密云 怀柔 这加到一起啊 一共是二十四州县 咱们都知道 这京师附地啊 是大丸两县 也就是大兴和宛平 那要是往京东说呢 就是湘河 武清 宝底 宁河 和三河 那要是出了顺天府以东 那就没准是 玉田 疯了了 我这啊 操操的一说呀 您就能知道 好大的地方了 这庙在哪啊 您这个连个名都没有 皇上听了呀 她倒没拒绝 既然皇太后张嘴了嘛 于是啊 她就降旨 让这太后身边的两个太监呀 叫陈福 以及张宝 她说呀 这个太后说的这个地儿啊 破败的庙宇 实在是太多了 因为不知道是哪一间 所以让他们两个人啊 去一趟 看看啊 太后说的是哪间庙 实地的去查明一下 然后回来呢 向这乾隆皇帝奏报以后啊 再委派人前去修理 哎 可是这俩小子呀 他办差 不认真 没两天呀 这皇上在宫里呀 看见他们俩了 说哎 不是派你们俩去京东 查访这顺天府破庙的事吗 你们俩怎么没去呀 这俩人一听啊 就变瞎话 说这个皇太后啊 在那留人了 在那上查访着呢 这皇上一听啊 就急了 怒斥这张宝 糊涂 不知事物 并且呀 还说这个臣服 随圣祖多年 理应深知体统 可曾见到 当年宁寿公太后 令圣祖修盖庙宇 其有顺从皇太后之意 盖庙修寺 为尽孝之礼 以致僧人等 不识祈求恩助 这皇上意思啊 就是骂这张宝啊 不会办个差 又说这臣服啊 说跟这康熙皇帝 那么些年了 你呀 应该知道这里边 其中的深浅 你什么时候听说过 这宁寿公太后 让这圣祖爷 修庙盖庙了 这话呀 其实就说给 皇太后听的了 宁寿公太后是谁啊 就是这个 孝慧张皇后 要提起这孝慧张皇后 不是吉特似的呀 那是有清一代 有了名字 不连不远的老太后 您还别说呀 出言啊 干预朝政 涉及到这皇宫以外的事物 就是他自己生活上的事啊 他也没有什么过多的奢求 你看人家孝慧张皇后 和这圣祖仁皇帝 哎就是康熙呀 人也是母子 什么时候您看这老太后 让这个皇上外边修庙去呀 这老太后也不知道外边这么多事啊 从此点可以看出啊 这皇上对于太后干预民事 他很不满意 不但不满意啊 他还指桑骂槐的骂衔接 还有一件事情啊 就体现在亲情上 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 这乾隆皇帝 拿人家这个圣祖仁皇帝 和这个孝慧张皇后说事 说实话 要在这方面上啊 这甄嬛比不上这 博尔吉西特事 这高宗啊 和圣祖爷也比不上 您看人家圣祖爷的孝顺妈妈 明知道宫里有旧制 有规矩后妃们啊 是不能省亲的 但是圣祖爷啊 却以绕道为由 故意的让妈妈 回到科尔沁草原 去看看自己的故乡 那可是在这个亲缘方面 这乾隆皇帝 对自己的母亲 又是怎么样的呢 话说呀 这乾隆元年的三月初四 从这个紫禁城内宫东路的 苍战门啊 就领进一个外臣来 那么这外臣是谁 这外臣呢 就是皇太后 纽葫芦甄嬛的弟弟 那个四品典衣冠 灵住的儿子 要跟这皇上论起来呀 那可是亲娘舅啊 她干嘛来了呀 她呀给这个皇太后谢恩来了 那必定是啊 这甄嬛呢 尊为皇太后以后 这皇上家呢 对这个太后的娘家人呢 就大有风赏 那广风赏不行啊 您得谢恩呢 那按通常说呢 写个这个谢恩的折子来啊 也就行了 那要是朝中的晋臣 常能看见皇上呢 哎 给皇上呢 多颗俩头 也就罢了 可是这帮太监呢 她不懂事 他们觉得呀 这大国舅 她不是外人 于是啊 就领进了宫围 领进了苍镇门 可是这文献上 具体说 这去没去 太后当年居住的 这景仁宫啊 这没交代 那有人说了 这太后 为什么还住在内宫当中的景仁宫啊 哎 那会儿啊 这寿康宫啊 还装修着呢 还没建好呢 这乾宗皇帝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啊 立刻就急了 震怒他们呀 擅自将外人领入内宫门内 这要是寿康宫建好以后 这太后从紫禁城内陆搬到外陆居住 那这娘家人还不得踢破了门槛子呀 这成何体统啊 这可有规矩吗 是姑娘你们出万的从宽免究 可是啊 这衔接算骂出去了 这太后大个齐也知道自个儿子什么意思了 综上我们看呢 这太后 哎 就是甄嬛呢 虽然她享尽了人间祈福 但是啊 也得遵守不少啊 这儿子给立起的规矩 那么您说 这甄嬛一下子 她活到了八十大级 她这个活的寿数长啊 这老太后 她到底是幸福 还是不幸福呢 哎 这事啊 人者见人 是智者见智 您有什么看法呢 您就在这个视频后边啊 留个言 咱们一块儿聊聊 得嘞 我是啊 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啊 是我能从这儿 给您讲故事的唯一动力 得嘞 明儿见吧咱们 咱们